大家好 BOSS呢 為什麼不見了呢 BOSS怎麼會不見了呢 BOSS不見了 BOSS馬上就出來了 BOSS這次玩的東西 verder 比較北西來得 妳好 66662 你順我自己順大家順 我一致來服務見你 已經一年了 是欢迎你回你 進來坐坐 我來當埜主 好的好的 呵呵呵 真的有在看 好 好 那再來 我們在針對這個 一些影像處理上來說呢 講一下有些魔術的一些技巧 他們是利用騰空幻影 那其實是叫視頻魔術 那另外一種就是道具魔術 那有沒有真的魔術呢 這輩子倒還沒見過 那我們來講解一下 大致上會有的幾個情形 第一個 道具魔術呢 假設我身體要騰空 有點困難 那我現在要表演的是 另外一個騰空方式 好 騰空 哎呀 失敗 沒關係 現在這是假的騰空 再來另外一種騰空 像那個 基努里維的那個駭客任務 騰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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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道具 那個視頻魔術呢 我要讓身體漂浮起來 抓住它 好 跳起來了齁 當然呢 還有這一種的 好 這個印度的那個 最喜歡演這個 最喜歡弄這種騰空 那以上這個 比較北極的騰空呢 呃 會有很多種 玩法 有很多玩法 這張椅子呢 是什麼顏色呢 夜障重的人呢 看不到 夜障重的人看不到 好 再來另外一個騰空 齁 再來另外一種騰空 齁 再來一個是消失的大衛嗎 齁 齁 齁 很多種這種 Miro可以做的事情啊 齁 都隱藏在它的功能當中 那 今天看看班長是 欸 Latis Chen 今天是班長齁齁 SIM也是班 SIM是副班長齁 ZINKLIKSIM 呃 傳送特效嗎 其實 嗯 還蠻多的啦 齁 傳送特效 另外一個 好 騰空浮騎 有看到1 齁 有看到1 有點痕跡啦 沒有時間去調的那麼細齁 齁 沒有時間調的那麼細 一隻手撐倒立齁 齁 你沒比較幫幫忙的 這麼厲害 一隻手撐倒立 好再來 另外一個直播的那個 還有什麼搞笑的齁 好 好 回眸一笑的BOSS 有沒有看到 回眸一笑的BOSS 來 準備騰空 那麼 這個呢 大叔做剛那個撩人的姿勢 看起來挺不舒服的 未開始 想吐 可以想像 這麼噁心的姿勢呢 齁 是 是 是蠻有趣的 是蠻有趣的 再來看BOSS把自己變不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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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綠板 綠布 再做一次 比我大隻曼克風是這個啊 比BOSS大隻的曼克風 就是那個唱卡OK的一個版本 很像 在 這邊這邊 這邊 是隱形鐵粉 叫潛水鐵粉 這叫比BOSS大隻 我們家人自己都不看自己直播的 挺挺挺挺 挺慘的 好 那 這個東西呢 叫Chroma Key 那分為藍目綠目 是世界上的兩大主流 那為什麼是藍目綠目呢 說穿了呢 其實跟眼睛的顏色有關 好像這個是可以 那再來要把它調好一點 注意就是這些皺褶 還有濃度 Key的濃度 稍微調好 那我想 Chroma Key這個是很 很基本的技術跟知識 倒不需要在這邊長篇大論 沒有現在在教學啦 沒有露出馬腳的問題 現在在教學 那這些邊邊呢 這些邊邊呢 怎麼樣去把它弄得就是 比較完美呢 這就是要花點時間 邊緣不乾淨 對對對 沒有認真在弄 好不好 一般來講呢 正確的做法是 這張椅子整個是 噴綠色的 噴綠色的 用布的是比較粗糙 是會穿幫的 好不好 會穿幫的 那現在為大家服務的器材 有需要報告嗎 好 這個邊呢 邊要處理不難 就花點時間 把光線處理好 就好了 處理到位 要把它處理到位 再來 我們把光線做個變化 那看看Key的邊緣呢 會發生怎樣的事啊 有沒有看到 光線的變化 就出現了那個瑕疵了 有沒有看到 那瑕疵力嘛 齁 就在這邊出現了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可以利用腳 齁 去做一個適當的隱藏 也是不錯的選擇 如果BOSS多才多意不敢 齁 就是 針對 一些朋友的問題 客戶就是朋友 朋友就是客戶 的問題呢 好 我們就是花點心思 做做處理罷了 齁 那這樣一個直播 各位覺得有趣嗎 原來如此 好 增廣借文倒不敢 齁 那 藍木跟綠木之間的差異 是在於就是說 我們台灣喜歡用藍木 啊 國外喜歡用綠木 那這兩者呢 牽扯到的是眼珠的問題 齁 世界上有一種人 他眼睛是藍色的 他用藍木呢 就會很容易的 就是穿幫 就會穿幫了齁 他穿幫就不妙了 穿幫就不妙了 那 他藍眼睛眼睛會有兩個度 那因此呢 在西方世界通常都用 綠木 那台灣的電視棚呢 有藍木有綠木 兩種都有 那原則上就是 用藍木齁 基本上呢 就會出現什麼呢 就會出現 欸我的粉絲在拍照 現場好多粉絲 謝謝你們齁 那這老頭子直播居然有人看 那 上面 投射燈色溫 好 我把它關掉 那把 因為我們剛剛的 背光呢 所採用的方式是什麼呢 背光所採用的方式是 呃 關燈的齁 是關燈的 好 這樣就稍微看不太出來 齁 那 這姿勢呢齁 我怎麼感覺挺雞掰的齁 看起來挺雞掰的 我也不曉得 看起來就是 這種直播呢 播一天下來也不會累死 齁 就是騰空了齁 那 那 再來就是要講那個 藍綠木之間的一個 器材齁 現在這下面是一塊布 是一塊布 那 我們呢 在另外一種方式來做處理 來 這個來 這是中標 好 協助我拿出來 為什麼拿出來 不用 一起來 來 先董進來 這是藍綠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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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好 好 波斯要瞬間消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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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跑從我們這邊經過 咱們基隆路上呢 別的不多 超跑特多 好 好 甩過去了 好 好 好 其實 他們是拉一塊布啦 拉一塊布在身上 隱形斗篷 那個 哈利波特的那個隱形斗篷 基本上也是Key的原理 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好 那先擺旁邊 那先擺旁邊 那我們現在表演的是 這個叫做 椅子漂浮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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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不像 有漂嗎 有 漂浮的椅子 大家注意齁 好 現在你學習把它折起來 折起來 你折起來 我們公司唯一會折的人 你要折 綠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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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會折一個 就整個折一折就不見了 哈利波斯 又反了 它是兩面 所以一定會有一面出現 好 在那邊看一下 切不開 謝謝謝謝 可以啊 可以過去沒有問題啦 可以啊 等一下上廁所 我要對不見就好了 對啊 可以過去就好了 好來 這邊給我 那板子給我 腳不見喔 波斯剛剛被椅子捅 唉唷 終於有一次直播的成績 還算 還算OK的喔 看能不能破50 還沒關係啦 不要太在意這個數字 認真做自己開心就好 你好你好 請進請進 認真做自己開心就好 啊數字沒有關係 但是說歸說呢 還蠻希望數字 暴增的 哈哈哈哈 那接著呢 呃 晚一點呢 再跟大家玩一些 比較特別的東西 天運怎麼樣 有什麼事 有什麼點子嗎 有什麼點子嗎 我不見啊 我不見對啊 好 那 接下來這就開放給現場的 幾萬名觀眾自己玩樂 自己玩樂 再來 臨時攝影棚 好 然後 再用特效把Mask割掉就行了 好 把特效Mask割掉就行了 好 就有趣多了 太亮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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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 那個直播的那個什麼 充電座跟手機 他買這個套組有什麼 這個是 是 Boss Boss 咕咕咕咕 咕 在這邊 在他的手持下面放個咕 一個放手機一個放剪砍的 等於是 等於這個是 我到一個咕 然後再雙手機這樣 對啊 不是講錯了 是那個O型雙手機指甲 O型雙手機指甲 450那個 對 好 那 準備收播 齁 都 直接到現場 來 真的很感謝你們 那 現在回報一下 回報一下 器材齁 那當然要優雅 要優雅 像那個 韓國的女大媽有沒有 Boss不看韓劇 但是呢 就覺得他們的大媽 做 做 做椅子做的特別有意思 好 他們都這樣做 再來摳個香港腳 效果更好 嗯 這樣看起來像浮空嗎 嗯 怎麼感覺比較像 怎麼感覺比較像 坐在地上 比較像坐在地上 騰空了 是是是是 有些人新加入的齁 我們來演一段駭客任務 耍一下寶 大家好我是Boss 伸展一下筋骨 2 3 4 好 準備 Boss 騰空秀 如果 OK 就騰空了嘛 是不是 就騰空了 那如果說要處理得好呢 這張凳子最好做成圓形的 都不要有腳 避免形成陰影 好那我們在拍一些廣告片的時候呢 大致上會把 那個 道具的面都把它刷成綠色 來進行對位處置 那這一類的 Chroma Key 廣泛應用在這個 新聞棚 還有一些叫做 電影的一些特效運作商 很普遍的一個技術 沒有什麼太大的 太大的那個 特殊性 沒有什麼太大的特殊性 純粹就是說 治癒於人 再來一個撩人的姿勢 用一隻腳勾住 騰空了 這樣也騰空了 那很多這一類的漂浮呢 魔術的部分是這樣子 最經典的就是一個印度人 抓著一隻手杖 然後它整個巡空 那個是道具魔術 它是一個 手杖地下一塊大鐵板 然後透過衣服穿透鋼筋 那這邊做一個L版 擺在屁股 讓它形成了一個漂浮 那是道具魔術 那另外一個魔術就是 最有名的就是在英國的那個 是不是英國 反正這一個外國魔術是 它在一個巴士上面 它手扶著巴士 然後它繞街 遊街 它形成這樣的一個姿勢 這樣繞街 這樣繞街 那也是一種道具魔術 也是一種道具魔術 那視頻魔術呢 是比較多了 我們目前看到那些 只要扯到沒有辦法拆的 都是視頻魔術 好 尤其 那 那個 痾 自由女神變不見 那就沒什麼 你去查就知道了 大衛魔術當時把自由女神變不見 那個魔術 基本上已經破解了 它的魔術基本上 只有少數幾個沒被破解 其他都已經被破解完畢 好像是這樣子 應該移動攝影機 讓左邊不要入鏡 這裡空間太小了 沒有那個空間讓我們去 去那個 做飛天魔毯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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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見嗎 好不好變不見 好 晚一點見 掰掰 好爛喔 要把人家變不見變得那麼爛 哎呦 你那個變不見還有煙耶 剛剛那個有煙的感覺 喔 BOSS不是魔術秀 這個教大家 現在所使用的軟體呢 是Live Streaming Studio Live Streaming Studio 是來自於紐約的一家美國公司 它擁有了一個強大的設計團隊呢 在設計它的產品 它主體是以 Mibo為一個出發點 那麼設計了 Mibo之後呢 然後 再來有 Live Streaming Studio呢 這邊呢 它又就是Live Streaming公司 他們做的這套軟體加以整合 那Live Streaming Studio呢 它擁有10台Mibo的收錄能力 25台攝影機的收錄能力 收進來之後呢 他們就 他們就沒有再提供其他的周邊服務 它需要很龐大的周邊跟整合資源 那這家公司它並沒有給台灣代理喔 也沒有給其他代理 他們就是自己賣 那所有的設備 它都不提供任何的中文 中文 中文資訊 選單個方面 都是英文 那有一些英文呢 查不到翻譯了 挺麻煩的 那 我們這邊呢 就是 對於這個產品寄予厚望 所以呢 加以研發它的周邊 它的周邊 加起來有好幾百種 可以運用在行動的 機車直播的 邊走邊播的 還有那個 車載播出的 還有就是那個叫做搖壁 搖壁直播 調到搖壁上面直接播了 那空拍的部分這個就沒有意義 空拍已經很成熟了 但是MIVOR這家公司 Live Streaming Studio呢 它基本上是一個 根本就是一台轉播車的一個概念 轉播車能做的事情 它幾乎都能夠做 它更有SNG的能力 就是轉播完了之後 它直接是可以打訊號到全世界各地的 那它的價格非常非常低廉 低到簡直是不可思議 根本就連我們買顆鏡頭都不夠的便宜 這種條件之下 形成了這個東西的厲害之處 也就是說呢 不管你怎麼用它 它都有讓你驚豔的地方 每每都有新開發 新的一個運載 那麼在全世界在使用它的過程當中呢 都會發現一個問題 它並不是一般消費者能夠入手 Live Streaming Studio 一般消費者並沒有辦法隨便入手 因為買到之後呢 它會有很多的這個技術問題 跟整合問題 還有一些協定的衝突 會造成它使用上的障礙 因此它推廣起來 就必須要有專業單位來進行輔助 他們雖然標榜是直接可以賣給消費者 但是我們的經驗是沒有人直接裝好 大部分都會回來問我們 因為有些特殊的東西呢 它並不知道躲在哪裡 那譬如說就講 Migo要串進去這件事好了 我們也是試了好幾種品牌 買了好多的AP呢 最後才順利將五台Migo呢 串進去 那現在已經大概是50米 無限是完完全全OK ready的 這是大致上是現在的情況跟大家報告 那有提出250米的需求呢 我們也會再 在這個 再將來再跟大家弄一下這個 介紹 最重要的是說 Migo本身呢 它很簡單 絕對是你可以入手的 但是有一些設定跟一些know how呢 你會猜不到它的設計邏輯 這時候就是由我們介入的時候 第二點 Live Streaming Studio呢 它要串多台Migo的時候 它有專業技術在 有專業技術在 那 還是要重申一點被誤會 就是說 其實我們賺的那個錢是 不是你在官網上所看到的 因為有一些客人是說 怎麼 比官網貴很多 你要知道 一個國家要進步是必須要有稅圈的 如果沒有稅圈 你要它國家怎麼運賺 所以呢 它會有 購買的時候 雖然它是八百美金 兩萬十千元 假設 但是它台灣進來這邊 有稅要打 有稅要打 刷卡有刷卡手續費 再來就是那個運費相當的高 非常的貴 know yknow其實就是 一點點的差價 為了將這個東西推廣出去 讓這個東西推廣出去之後呢 台灣的這個 直播的多樣性 讓它呢 能夠很普遍的 形成一個經濟規模 當大家有這個需求 有這個興趣的時候呢 才能吸引國內的廠商投入 讓我們的廠商投入 設計相關的產品呢 做得更積極 然後把餅做大 那做大之後呢 我們的特色出來的時候 世界各地看到我們直播的朋友呢 自然而然就會來選購台灣所生產的這類產品 這是BOSS的期望 但現階段我已經跟了很多國際大廠進行接觸 那詢問相關的一些細節 他們沒有太大的意願願意做這一塊 因此呢 就是 器材的部分喔 基本上只要是直播類的東西 就是美國有 我比較矚目的大概有五家 美國有五家 日本有一家 那台灣呢 台灣能夠扯得上直播邊的器材呢 就是BenQ BenQ的QK-1 BenQ有一台QK QK-1 那一顆是直播鏡頭 它可以直播 那台灣的另外一家呢 就Verb Ultra 30 是由Gami公司 他們所發展生產的這個產品 那這個產品也能直播 那其他手機類 沒有主辦不及備載就不在這邊多談 那麼分析出這一類的東西呢 它都有一個特色 他們都是搭著直播的順風車呢 來進行所謂的這個水溫測試 並沒有很機質 那BenQ出的那個相機呢 它具備直播功能 沒錯 但是沒有在市場上引起轟動 那Verb這一部分呢 它的直播 大家麻煩到那個 我們的YouTube的網站去 我們YouTube的網站去 影業達的網站去 那網站上面有什麼呢 它有那個就是 你打南方澳 南方澳 那邊有一個半個多小時的 Verb Ultra 30 在南方澳所進行的即行直播 那也就是說啦 直播的器材八百塊 好用的沒有整行 這也就是 為什麼BOSS在這一塊呢 比人家用力 比人家賣竿在做 那也希望嘉義絲能夠 讓國內的廠商正式重視到 直播這塊市場的價值 進而能夠發展適合好用的產品 來回饋大家 當然也希望台灣投資 發展這一類的直播商品的時候呢 能有機會創造出第二個台積電 這麼厲害 這麼牛逼的公司 那在這邊也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在直播的運作過程當中 我們台灣的廠商呢 其實蠻 非常的小氣 非常的小氣 有一家是什麼 圓什麼的 專門做卡的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那 他呢 我們跟他聯絡了很多次 希望能夠幫他把產品推出去 專門做截取卡的公司 那非常的大 也是上市公司 那麼現在股價只有11塊多 那麼之前還有那個 美股營運還是富的 可是這樣一個公司 照理講應該是很積極 在他的事業拓展上 在產品拓展上 我發現他們的員工 基本上好像都不做事 怎麼講呢 第一個在台灣的這個 產品推廣上呢 很不積極 那這個東西明明是可以賣好幾千 好幾萬支的 好幾萬片的 可是呢 他們的情形變得就是說 我們聯絡他們的 業務人員 基本上是 已經聯絡很多事啊 到今天為止到底回了沒 我不知道 因為我有在追這個京都 因為我打算就是說 只要是台灣人的東西呢 我就是拼命的推 拼命的介紹 拼命去發展它的特性 及運用 還有周邊的整合 只要是台灣人的商品 只要過我這一關 OK的 我就是拼了命的去弄 就像Verb一樣 Verb的成績相當不錯 現在我們Verb基本上 天天開紅盤 天天賣 天天出貨 這也是些 謝謝啊 謝謝 這也是感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好的東西 咱們不怕推坑 好東西不怕推坑 那我就講圓鋼啦 就是圓鋼啦 我就直接講了 就是我們的遭遇 那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啊 你的東西好 但是呢 沒有人推 或者是有人在幫你推 但是你不插我們這個管道 但是你不管怎麼樣 你好歹回我們貨到哪去進 亦或者是說 你可以跟我們講就是不賣你 那不是事情放著不處理 那我們再講幾個例子 宋夏公司 宋夏公司夠大了吧 那世界級的大公司啊 我們聯絡喔 我們只是個小卡套 我們聯絡 照樣能夠引起他的這個 這個回應 他不會因為你小 他不回應你 宋夏公司夠大了吧 人家回應你 人家安排時間拜訪你 人家呢提供樣品借給你 最後呢我們就變成他的經銷商 那我們現在的成績呢 在宋夏相機也做得還蠻撐頭的 我們自己覺得只是沒有貨而已啦 沒有貨的也沒辦法辦促銷 那基本上都屬於就是說 週金見走啊 就是東西就是數量很有限 那我們現在發現這件事情之後呢 就再去比較 為什麼人家國際大廠是如此之巨大 那我們台灣的公司電子公司 為什麼在這個行銷上呢 可以做到不用理客戶的需要的齁 不用理客戶的需要 這點呢是我們覺得很可惜的地方 呃 我們不敢說有那個能力或力量 去讓產品賣的變得更好賣 賣得更好 但是我們有那個熱情跟心 做到跟人家不一樣的境界 也就是很用心的去用它 而且是用好它 然後進而自己確認沒問題之後 認真的呢 推給大家 這樣的一個過程 但是 很難想像就是說 不管怎麼聯繫呢 那員剛他就是 沒有什麼回應齁 也沒有什麼回應 可能是太忙啦 這點我們也必須要替人設想 可能是太忙 但是回個信 也讓人家知道就是說 呃 讓一個有心 有熱情的人 要去推廣台灣產品的人 讓他知道就是說 要嘛你要他放棄 要嘛你就跟他談談 說不定能夠彈出個火花來 那很多人也不曉得 我們把排名店後的穩定器 經過很多時間的溝通 討論 跟原廠之間的修正 原本在台灣是排名店後的穩定器 經過修正幾個月之後呢 重新上市之後呢 現在是第一名 現在是第一名 我們不敢講是我們的功勞 但是我們肯定是 我們是他全世界經銷商 所付出最大心力的一個小單位 我常常說我只是個 一個小B央經銷商 那被人看不見那是應該的 但是我會希望真的 只要是台灣的產品 能夠在聲光色世界 運用得上的話 那我們又幫得上忙 我也蠻歡迎你來找我 如果是台灣的這個產品 如果你信得過我 我們會把它用得很精彩 很厲害 那就講穩定器 可能就是說 常常在網路上 教一些東西吧 那個 穩定器很多的生產廠商 他們一有新的樣品呢 就會送到我們 乖機師來這邊測試 那測試的結果呢 也會回報給大家 也會回報給大家 跟大家的應用上來講 形成一個就是良性的互動 然後再把好的廠商呢 經過我們跟他之間的協作溝通 把好的東西修正得更完美 更近戰近平 然後用很CP值的方式 在市場上運行 這是我們的期待 那也希望就是說 可以的話 可以的話還拜託 我還真的是希望 圓剛的那個業務 能夠跟我們聯絡 因為我們有好多種計畫 能夠推出很CP值的東西 讓直播能夠 更無遠弗界的出現在 在各個地方 突然間不知道要講什麼 因為我們跟台灣很多廠商的聯繫都不算順利 很多都是沒有回音 打電話去留話也不會回的 很多 我們發現這是台灣的競爭力的衰敗嗎 還是我們家出了什麼 什麼狀況就是說 要檢討呢 我滿不在 我只知道就是說 很多廠商都是主動來的 非常的多 我們去主動找 反而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獲得合作的機會 當然 我講的是不容易的意思 就是說 找個三家 才有一家願意 有興趣來參與這塊新的市場 大部分都沒興趣 因為他不認為這個東西有多夯啊 老實講也沒有很夯啦 我講真的 也沒有像新聞講得那麼 那麼紅紅火火 也沒有 其實也沒有 那 就是說 我們願意去玩它 想要去玩它 基本上也就是存在一個熱情 一個熱情 希望把這件事情給弄好 就是這麼簡單 好不好 謝謝大家 今天就是直播先到這邊 晚一點會有一些新的資訊 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按個讚 如果再怎麼不喜歡按個讚再走 那謝謝您 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可以告訴我們你的想法以及規劃 那在這邊呢 上班時間打擾大家 非常的不好意思 如果可以的話呢 也歡迎您的分享 介紹你的朋友 喜歡學攝影的朋友 這一點呢 我們將來呢 相信可以做得更好 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這邊 敏感五內 那麼也希望能夠有更多更厲害 西皮質高的東西 推薦給大家 讓大家玩得開心 玩得爽爽 玩得飄飄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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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